这个变态的军官打开首尾的保险 将他丢进了人群之中 士兵们见状撒腿就跑 只见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却毫不犹豫地将炸弹压在身上 当男人反应过来 他才知道这个炸弹是个假的 很快就迎来了第二项测试 军官让跑完20公里的士兵 前去摘下旗杆上的旗子 第一个拿到旗子的士兵 就可以坐上一旁的汽车回去 大兵们一拥而上 由于体力不支 再加上旗杆被教官提前涂抹润滑油 所有士兵使出浑身解数都无法爬到旗杆顶端 他们只能乖乖放弃 就在这时 身材瘦小的史蒂夫却淡定地走了过来 他拔下旗杆的插销 旗杆阴生倒地 史蒂夫轻而易举地拿到了那个17年都没能被成功摘下来的旗子 他将旗子交给了长官便坐上汽车 这让一旁的军官更加肯定 眼前这个瘦弱的小个子 就是他们苦苦寻找的最佳人选 这天夜里 一个名叫老金的科学家找到了史蒂夫 为他讲述了这个部队的秘密计划 原来就在前不久 内随首领希特勒组建了一个名叫九头蛇的神秘组织 他们非常热衷于超自然力量和日尔曼神话 为了研制出更加强大的武器来统治世界 他们找到了神话传说中的宇宙魔方 红骷髅利用魔方蕴含的强大力量 不仅制造出一大批高科技武器 还想通过人体实验来造出更加强大的超级士兵 美国军方为了遏制九头蛇的强大势力 他们秘密启动了超级士兵计划 而眼前的史蒂夫罗杰斯 正是他们从上万名士兵中挑出来用于对抗耐脆的战争机器 随后卡特将史蒂夫带到一处古董店 在和一个神秘老胎对完暗号之后 老胎按下一个隐秘按钮 古董店的书架随即打开 里面居然是军方在地下设置的秘密实验基地 他们一直等待着史蒂夫的到来 史蒂夫被要求拖下上衣躺在仪器之中 和教授一同做实验的 还有史塔克霍华德 他也是一位科学狂人 史蒂夫实验的仪器就是史塔克工业所制造的第一台超级士兵样机 科学家将一种能够刺激细胞生长的超级血清放入仪器 此时的老金开始倒计时 六管血清被同时注入史蒂夫体内 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一步 史蒂夫需要在仪器之中照射生命光线 以确保超级血清能被人体充分吸收 实验开始 霍华德将生命射线逐渐调至最大 随着一股强光出现 史蒂夫在仪器之中发出痛苦的声音 卡特当即命令博士关掉仪器 但史蒂夫却极力大喊 好在机器正常运转 当实验汤打开的那一刻 刚刚还身材弱小的史蒂夫 现在居然变成了一个肌肉猛烈